你好,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2017年電商資訊中心 個人後台的專案設計中心 上面有一個選單點開 有一個專案設計中心 你把它點下去 在這一邊有一個添加專案 你把它按下去 第一個跳出的畫面是使用的條款 麻煩看清楚之後 按右上角這個XX 那這一個是什麼呢?名稱 就是說我們可以幫很多的公司 做網頁的設計 比如說這裡 我就把一個A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個我是做單頁式的 單頁 單頁是在一頁可以展示所有的畫面 這網址的話 自訂 待會我再說明一下 你可以掛這個A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的網址 那最大的寬度呢 你看一下 當你點到這邊的時候 你的上面會出現一個 例如1250 0等於 0的話 就是預設是0 就是 不管你的畫面是多大 它整個是展開的 如果是你有訂 我先0 待會我再訂1250 我們一般的 如果是全版的話 是1920 記清楚 1920 1250 可能就是我們傳統的螢幕 再來 這一個LOGO的話 如果說你LOGO沒有上傳 它上面顯示的就是 A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個 如果你LOGO有上傳的話 這裡有建議的尺寸 是200乘以60PS 你把它頂下去 這個LOGO 最好你一定要照 照這個200乘以60 否則的話 底下會 這個 會有一個600 然後 這一個上面的話呢 輪動的橫幅 就是上面會跑的 你要展示一個重要的 這個圖案 一樣也是照我的1920乘以300 到500都可以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你把它選擇 你的圖案 你把它選進來 好這邊 它會上傳 然後 再來下一個 好我們現在傳三個 它自己會輪動 好上傳 好這是輪動的橫幅 好那我們再往下拉看一下 剛剛我們上面是不是有備注一個單頁式 好那往下的話就是說 它在單頁或者是多頁的展示 好就是一頁裡面展示所有的 這個 客戶的 客戶的訊息 好那我先預設是單頁式 這一個背景呢 好就是最上面的那個橫幅 它可以調整 好這邊 文字的大小 好你們再調調看透明度 好這邊 好 你再調調看 好還有這個 你把它點下去的話 好它就會有顏色 這邊 好 你可以你可以變換顏色 好看你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這邊 背景你要什麼顏色 好點完右邊再點這裡 好 好我要這個 好 那再來選單的模式呢 它有兩種 好現在預設是兩種 未來還會再繼續的增加 好再來就是固定 它有一個固定顯示的模式 跟滾動顯示的模式 什麼呢 你自己設定一下你就會看得懂了 好 上面的設定完之後 那我們按送出 好操作成功 好操作成功 那在這個畫面上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在功能這裡 好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會有一個瀏覽 有沒有看到 瀏覽 好 好現在預設網址是 電商指引中心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上面的 剛剛我們傳聞圖在這邊 好這個是輪動的 有沒有看到它會動 好 有看到嗎 好 那 選單就是在這裡 好那我先關掉 那我們現在做裡面的內容 再來呢 這個是A公司的 那我們就在A公司裡面 增加它的 所有的介紹 好一般 我們會介紹 比如說像 你按個添加 好 比如說 這個 關於我們 好 這最常看到的 好 關於我們 然後這一邊的話 那查看代碼是什麼呢 就是說 關於我們 前面會有一個符號 那這邊有一個代碼表 你點開 就是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在裡面搜集 比如說我 有沒有 這一個前面要長這種圖示 有沒有看到 好你把它 假設我要這個圖示 你把它點下去 好 這邊 你把它複製起來 這邊複製起來 然後 你把它貼到這裡 好 這裡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連結的網址呢 如果是在 這個 本站的網址的話 你就不用 如果是你要外連 比如說你要連到Google 啊 連到Yahoo啊 好 比如說你打關於我們 我們要連到Google 連到Yahoo 那麻煩你把網址把它打上去 好 再來 背景的顏色 好 你可以用圖案的方式 或者假設不要的話 就是浴色的白色 好 這邊有寫 圖 圖片優先 當你有上圖片的時候 顏色就沒用了 那顏色呢 你也一樣 你可以去選 好 這邊 我顏色選這個東西 那關於我們裡面 有什麼內容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有很多的 這邊呢 有很多的模板 這一個 更多功能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更多功能 你把它點開 這邊是傳圖片的 這邊是更多功能 裡面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表單 我有預設很多的表單 好 這些表單 你也可以自己另行製作 好 或者使用我預設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RWD圖文 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邊 這邊有很多的版型 這邊有很多的版型 未來的話 我會一直增加 好 電商直行後台會一直增加 你可以看一下 找到你需要的 找到你需要的 這邊有沒有 好 你可以文字圖 圖文字或者是圖 或者是文字圖 圖都可以 好 我要這個東西 好 這樣排列 好 當你手機版看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 當你在電腦版看的時候 它整個是像剛剛那種排列 是橫式的排列 這邊呢 就打上你要做的文字 好 這邊 換上你要的文字 這邊呢 很簡單的 你就是插上 插入 這邊就是插入 你的這個圖 好 這邊就是插入你的圖 好 比如說我要 本地上傳 好 我把圖把它插進去 好 按下去 好 開始上傳 然後按確認 有沒有看到 好 換過了吧 然後再點到這一張 然後按 圖 這邊 好 一樣 好 看你是歷史圖片呢 還是本地上傳的 還是插入圖片 好 我們一般都是本地上傳 好 就是用選的 好 右上角開始上傳 好 這邊有一個對齊方式 靠左靠右 你看一下這一邊 好 然後按確認 好 第二張嘛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 文字 圖 圖 圖 好 當我們 關於我們這個寫完了 好 就是公司的介紹寫完之後 下一個呢 我們就是把它送出 好 關於我們就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A股份有限公司 你如果要瀏覽的話 好 看這邊 有一個功能 有一個瀏覽 好 這是我們設計出來的 好 我們手機版看是這樣子 電腦版 電腦版看的時候 電腦版看的時候 就是文字圖圖 它是橫式的排列 好 它會自動適應 好 所以在他們這個設計裡面 講的就是 自適應的 WD 響應式的網站 好 手機看是一種 電腦看是一種 好 然後再來 右上角這個選單呢 就多了一個有沒有 關於我們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前面是不是我們剛剛去選一個 代碼 加進來有一個圖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說 好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邊 好 我們又回到後台這一邊 好 這一個A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幫他製作了這一 這一頁 你可以有很多的項目 好 像這一個底下 如果你要再關於我們 添加 它這個就是 書裝目錄 一般我們添加是在這裡 好 關於我們 我們按添加 好 我們又再添加 好 比如說 這個 光絲介紹 好 一樣代碼看你要不要加 好 連結網址如果不要的話 都是在 我們設定的網址裡面 背景這一些 好 看你要不要插入 一樣我們又在這一邊選 這個 膽型 好 更多功能 你把它點開 這裡有RWD的圖文 好 你看你要哪一種 你要看你要哪一種的模式 好 你看你要哪一種模式 你把它按插入 好 你把它插入之後 下一個 我們這邊是文字 加一個我們點到圖片 然後這邊有一個有沒有 上傳圖 多圖上傳 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有一個 MD上傳 我們一樣又選圖片 我們又把它插入了 好 然後按開始上傳 確認 好 那整個完成之後 比如說我們現在把它送出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關於我們公司介紹就好了 我們要瀏覽的話 我們剛剛製作的什麼的樣子 好 在這個這一間這裡 好 旁邊有一個功能 有一個瀏覽 好 那我們第二個 第二個 剛剛我們設定的是單頁 所以當你你看 你往下滑的時候 這個就跑出來了 好 我們會有動畫的方式展示 有沒有看到 像圓形的話 它會幫你自動裁切 好 然後點右上角這個 我們一般來講 搶進式選單 所以你看 配顏色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現在 上面的是這個顏色 你點下來 你會看不清楚 有沒有 所以配顏色是很重要的 好 這個是公司介紹 在同一頁裡面 它就會下滑 好 點下去 關於我們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又回到了這個後台這裡的 好 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會 最底下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 比如說他想要了解這一樣商品 好 那我們就會插入表單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一邊 我們又再一個 增加 好 這邊 好 股份有些東西 我們又按添加 好 那我們這裡寫 就是 這個 聯繫我們 好 一樣 背景這些 好 你把它 看你要不要上 然後一樣呢 我們也是到更多功能這邊 點下去 好 裡面有一個RW圖文 那我們就找到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左右 好 就是左右 好 那我們就點這一個 我現在想到這一個 好 那我的左邊是一張圖 好 這麻煩你上傳一下 好 這邊 我們左邊的話 本地上傳 好 選擇圖片 好 開始上傳 確認 那在我們的 右邊的話 這邊 好 這邊 這裡 我們 我們就是 插入 這裡 我們就是插入了一個表單 好 比如說我要讓它商品訂購 還是課程報名 好 商品訂購 好 這個表單是不是出來了 好 表單出來之後 這邊 姓名 電話 信箱 什麼方式 好 付款方式 你可以 打上你自己的聯絡方式 這是我們 固定的表單 當然你也可以設計 自己的表單 好 某一些人它不會設計 你就用我裡面固定的就可以了 好 這邊的文字改成你想要的 你要訂購什麼商品 什麼什麼多少錢 什麼什麼多少錢 這樣就好了 OK之後 這一頁設計完之後 按 送出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成果 好 一樣在A股份有限公司這邊 有一個功能 好 點下去 流浪 好 右上角這邊 好 三條線這裡 點下去 有一個聯繫我們 好 就跑到這一個 選單這邊 好 那我們的網頁 是不是很簡單 用手機 好 在外面 到客戶那一邊 馬上你就可以設計完成 而不需要回來 到你的電腦這一邊做設計 有沒有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可能有一些他製作的話 是一個這個 應該說 像報名的表單 或者是幫誰推課程 好 那很簡單的 一樣的他可能看到我們這個網頁 非常的漂亮 只想要用我們這一個固定的東西 固定的這一個 這個網頁的介紹 很簡單 一樣在A股份有限公司這邊 有一個功能 你把它點下去 上面這裡有一個分享 有沒有看到 點下去之後 你只要打上對方的ID 分享給他 一樣在他的專案設計中心 就會看到這一整個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網頁 好 你不需要 好 一頁一頁 比如說以往我們來講說 我這個我幫你 copy一次 好 不需要了 現在你只要按分享就可以了 好 以上的話就是 專案設計中心的介紹 好 待會我會介紹這個表單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多看幾次你就會 或者是多使用幾次你就會了